特朗普再提保护费 岛内为台积电捏把汗 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阶段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再提 向台湾收取保护费震动了岛内 台股应声下跌 据台湾中国时报10月30日报道 特朗普日前在接受美国播客节目 乔·罗根体验长达三小时的访谈中再度提及 台湾透露我们的芯片业务 他们希望我们提供保护 他们也需要保护 但他们没有付钱给我们 你知道吗 黑包会向你收保护费的 对吧 受死冲击 台股28日应声下跌150点 台积电开盘1080元新台币 最后收在1050元 29日台股延续跌势 盘中一度下跌487点 来到22711点 中场指数下跌271.48点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 台行政院长卓荣泰29日声称 相信美国大选能够顺利 之后会持续深化加强台美之间的关系 台湾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称 台湾芯片制造实力啊 是几十万台湾人熬夜加班 爆肝换来的成果 不是偷来的 过去台湾花大钱买美国救世武器 应该算是一种保护费吧 特朗普如果当选 投资人要考虑如何趋及避凶 台湾华南投顾董事长楚祥声称 台积电是晶元制造代工 三星与英特尔没办法取代 因此美国对台积电能做的相当有限 总不至于命令超微 英伟达不要下单吧 不过台积电申请的66亿美元芯片 法案补助或许会有变数 台湾联合报30日称 据统计美国92%的尖端芯片 是从台积电购买的 报道引用瑞穗金融集团的分析师的话说 特朗普当选对台积电不利 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称 特朗普向台湾多收保护费 说到会做到 因为这轻而易举 但要求台湾调高防务预算 至GDP的10%这点 在其任内是做不到的 顶多只会要求调高至3%以上 不过光是这一点 台湾就会承受庞大压力 蔡正元更大胆预测 在极端情况下 特朗普可能会要求台积电 把总公司登记到美国 让公司股票在美上市 台湾部分则改发行ADR 原因和特朗普的抽税政策是有关的 国民党的立委李延秀称 如果台湾的房屋支出 真的要达到特朗普扬言的GDP10% 那么当局补贴健保社会福利 孩子斑斑有些奶都没法做了 因此面对特朗普模式的冲击 当局和企业都要做好应对 联合报30日称 特朗普不止一次提到台湾 偷了美国的芯片生意 也多次言明台湾需要付美国保护费 虽然他向来说话夸大其子 但台湾军费攀升是不争的事实 在两个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 台湾人民想永保安康 该怎么付保护费呢 又该付多少 赖清德算清楚了吗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 王坤毅30日撰文称 这样一个对台湾不是很友善的特朗普 民进党却可能继续压住他 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对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 对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 对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